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M豆 最近呢和同事聊天 发现他们作为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生殖秘诀 那么今天我就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职业发展心得 和我听到的一些经验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Quality of Work 你的工作质量 我们毕竟是服务于客户 所以客户的反馈和满意程度 对于我们的年终评价是尤为重要的 我身边就有很多同事 他们能跟他们的客户打成一片 然后我就发现 他们通常都有一个比较通畅的晋升的道路 第二点就是Expertise 你的专业技能或者专业程度 很多同事呢 实际上一进到这个新的职位里呢 他就带着很强的专业背景和不同的技能 不管是财务方面还是咨询方面 这样的技能背景 会让他们有更多的项目机会 而当你管理项目足够多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晋升机会也就会变多 第三点也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Be a Salesperson 你的销售能力 如果你还只局限于在自己的项目里 做到中等或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 这对你快速升值可能还远远不够 很多时候呢 需要去参加到一些重大项目的销售环节之中 去Gain Visibility 实际上很多行业拼到最后 拼的就是销售和人脉 如果你能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那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更快的晋升 好了 这次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评论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